同学 新年快乐 新的开始 有新的希望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今天邀请的来宾是 魏吉敏 魏会计师 田讲师你好 电视机前面的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魏吉敏 会计师 今天要为同学所讲述的课程是 第十九奖 营业费用事 这个章节分四个部分来做介绍 第一个部分介绍的是 研究发展费 第二个是 呆账损失 第三个要介绍的是 天然资源浩劫 第四个是无形资产的摊者 又称为摊箱 那什么叫做研究发展费呢 指的是盈利事业 它为了要研究新的产品 新的技术 或者要来改进生产技术 改进提供劳务技术 及为了要来改善制成 它所支付的研究实验的费用呢 那从这个意义我们可以了解到 盈利事业它为了要来开发新的技术 或者来改善一些 改善一些技术等等的这个部分 它必须要去成立了研究发展部门 而研究发展的部门所支付的费用 例如像人事费用 或者是器材设备 或者是浩劫的一些文具用品 或者是原物料 而这些的一个支付 我们通常要把它类为研究发展费了 那这个是研究发展的一个意义 那对于这些的支付的范围 在税法上有哪些的规定呢 那这个部分我们来请教魏吉敏魏会计师 好的 谢谢田讲师 那我们底下来探讨一下 有关于研究发展费 他在税法规定上的范围有哪些 那第一个研究发展单位 他专门从事研究发展工作的 全职人员的薪资 那第二个生产单位 为了改进生产技术 或提供劳务技术的费用 第三具有完整的净料领料记录 并且能够跟研究计划跟记录或报告 来做一个相互勾计 第四 专攻研究发展单位 研究用之全新仪器设备 是当年度的折旧费用 第五 专攻研究发展单位 用之建筑物的折旧费用 或者是租金 第六专为研究发展购买或使用的专利权 专用技术及著作权的当年度贪者或支付的一个费用 第七 委托国内大专院校或研究机构研究或聘请国内大专院校专任的教师或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的一个费用 第八 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跟财政部专案认定 委托国外大专院校或研究机构来做研究 或者是聘请国外的一个大专院校专任教师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的的一个费用 第九 就是其他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及财政部专案认定 属于研究跟发展的支出 那从以上这九大范围里面大家可以发觉到一个重点 他都强调是要专职专门工研究发展的使用 而不可以说跟其他非研究激发范围内的一个参差在一起 而且必须是构置一些全新的一些设备仪器之类的 好的谢谢 好 谢谢魏基敏魏会计师那从魏会计师的一个说明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要认列为研究发展费用 这些必须要经由主管机关来审核而且必须要准备具备有完整的一个记录 才得以研究发展费用来做认列 再过来要来说明的是研究发展费的一个认列 那这个认列我们到底是要以收益的一个费用来认列 或者是以资本的一个费用来认列呢 那这个是以年限来做区分如果是专攻给研究发展实验用的一个器材设备 需要以资本的租资来做一个认列而逐年来提累这个设备的择救了 那这个是对研究发展费的一个认列 那再过来的话我们来举个例子我们来请 请魏基敏魏会计师来做说明 好的谢谢田讲师 那底下我举一个简单的事例来解释这个有关研发费用的一个例子 好的那台中科技公司他唯一家高科技公司成立了研究发展部门 该部门在民国一零一年度发生了以下的一个费用 研究人员的薪资五十万元以及领用原料十万元提供于研究使用 两者费用转入研究发展费用 他的科目分入 那基本上我们会借研究发展费用六十万 也就薪资五十万加原料十万 薪资费用五十万代计原料十万 来做这个分入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 那假设他有过路房屋一栋两百五十万元 产值是十万 耐用年数为十年 而研究发展部门占这个总建筑物的一个总面积是百分之二十 则当其属于研究发展部门的折旧费用回合四座分落 那首先我们必须要先算出这栋房子当年度的折旧费用 他就是把两百五十万减残值十万之后 去除以十年求出当年度折旧是二十四万 然后再按照研发部门 他占的面积比是百分之二十 所以把二十四万乘以百分之二十 求出四万八 所以分入是借研究发展费四万八 代折旧费用房屋四万八 好的谢谢 好谢谢魏智敏魏会计师 那这个是对于研究发展费用的一个事例的一个说明 再来要为同学介绍的是第二个主题 待账损失 那什么是待账损失呢 指的是营利事业对于营业行为 这个营业行为指的是营利事业出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的一个营业行为 他所发生的应收账款或者取得应收票据 以及其他的一个欠款债权 基于收入的一个配合原则 必须要来预估可能无法收回的可能损失 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了 我们在会计原则上 我们基于配合原则 以及一个稳健原则 我们必须要来预估 我们可能无法收回的一个风险 那这个是对于呆账损失的一个说明了 那再来我们要来探讨到的 有哪些的项目 它是不能类为被抵账账的项目 那以下有四个项目 第一个项目是应收票据 那么它已经向银行来请求 推现的以推现的票据了 那第二个项目是营利事业分期付款销货 它是采毛利百分比划来计算损益者 其应收债权 那第三个项目指的是 营利事业它所采用的是分期付款的普通销售罚者 那么对于它的一个分期的售价 与限销的售价之间的差额的债权 那这个部分是不得提累被抵账账的 第四个是营利事业接受了委托而代销的商品 这个也不得来提累被抵账账 以上四项是对于不得提累被抵账账的项目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 好同学我们再继续 再来说明的另外一个主题是 呆战损失的认练条件 那这个部分要跟同学说明的是 我们之前所提累的呆战 已经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哪些状况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认练为 它是实际已经发生了 必须要作为 一收账款与被抵账账来做冲效呢 那以下有两点来做说明 第一点是因为债务人倒闭 逃逆重整和解或者是破产的宣告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而导致了债权的一部分或全部不能收回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必须要把它视为 无法回收的 而必须要去做一个冲效的动作 那第二个的条件是 债权它已经超过了两年 而且经过一债的一个催收以后 还是无法收取了本金或者利息 那这个部分也必须要把它认类为 实际上无法回收而作为一个冲效 那以上是对于实际无法收回的一个待账处理的 再过来我们要来了解到 对于这些待账的一个类类的像凭证啊 或者一些一些条件 它是怎么在税法上 它是怎么样的规定 那这个部分我们来请教魏吉敏魏会计师 好的谢谢田讲师 刚刚田讲师所讲的是在母法上 也就是所的税法上 关于待账损失上的一个任列条件 但是一般在执行面 国税局他们在任列 承认这个待账损失的时候 各地区五区国税局的一个做法 都不至于相同 因此有鉴于财政部 拿在101年的1月 发布了一个解释令 把它修正有关于待账损失的一个任列的一个依据 把它做一个统合 那底下我们来看到关于101年1月4号修正的查尔准则 他实际发生待账的情况 基本上要分为两大项 一个是不能回收跟善未回收 那不能回收又分为两种 一个是属于债务人倒闭逃逆 而导致债权不能收回责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他的证明文件必须要有两项 第一个是无法送达的纯正信函 以及登记或确实营业地址的证明文件 那这两个要件是要同时都要具备 而不是货 那第二个状况是不能回收的债权发生的时候 他有下列四种 第一个假设是和解 那和解的话 有来自于法院的和解 就必须要有和解的笔录 或者是一个裁定书 那如果是来自于商工业会的和解的话 也仍然要有和解的一个笔录 那再来属于破产宣告 或者是重整的话 则必须要有法院的一个裁定书 再第三属于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话 则必须要有法院发给的一个债权凭证 第四属于债务人依照国外的一个法令 来进行清算的一个情况的话 则必须要有一个清算完结的一个证明 那另外一者是属于这个债权尚未回收的话 属于预期两年 而导致债权人都还没有收取本金跟利息的时候 他则必须要具备以诵打之纯正心函 那这里强调是以诵打 或者是说退回的纯正心函 那退回的纯正心函 有可能是拒收或者是说当事者已顽固 或者是说向法院述罪的一个催收证明 那这里就必须强调他是或 等于说二者则其就可以了 那接着我们来看到关于带账损失的任务条件 在关于登记或确实的营业地址上 在国税局的一个认定 他又分好几种情况 假设这个债务人是在台湾的话 那债务人是盈利失业 这个纯正心函就必须要寄到 苏有该盈利失业倒闭逃逃逃遣不明 之前的一个确实的一个营业地址 那这个确实营业地址的话 则必须以主管机关依法登记的营业所在地 那有时候可能他登记的地址 跟他确实营业地址是不一致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能够举证 确实的营业地址跟登记的营业地址是不符的话 你能够额外去举证 那基本上就会以你确实的一个营业地址来认定 那第二个状况是说假设这个债务人他是住在国外的话 仍然一样 债务人如果居住在国外 就要取得债务人所在地的主管机身机关 发给债务人的一个证明 那这个证明必须要经过这个营业所在地的一个 出具证明经我国驻外驻外使领馆或者是商务代表的一个外贸机构的一个验证属实 那反之相对的如果你能够举出反证说 他的确实营业地址跟登记的营业地址是不一致的 而你有这个证据的话 基本上还是会认定你所谓的确实营业地址 那第三个假设这个债务人是居住在大陆一样的 这个债务人如果居住在大陆地区的话 仍然要取得他所在地的主管机身机关的一个证明文件 那差别是在于说这个证明文件必须要经过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他委托来办理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人民往来有关事务的一个机构或团体来做一个验证的动作 那相对的你能够举出反证确实的营业地址跟登记营业地址是不一样的时候 仍然可以认定你的确实营业地址为来取代这个登记营业地址 那接着我们来看到 那关于说这纯正信函这个方面退回的纯正信函 他退回的理由可能有相当的种类 比如说他可能是拒收或者是顽固 会因为他的一个退回的理由的不同而有不一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来看到如果退回的理由他是写拒收或者仍以顽固 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效果就等同已经催收证明的一个文件 是适合说预期两年债权人的一个催收证明文件 那如果说退回纯正信函他的理由是写说 寻觅无凿人以他亡或者是说地址无权的话 这个时候是属于倒闭逃逆的一个证明文件 他的效果就等于无法催收的一个证明文件 那另外一个是说假设无人领取 无人领取的话他有拒收跟非拒收这种情况 如果是拒收他的法律效果就等于等同拒收 但如果不是拒收他是非拒收的情形 或者是说他试头了好几次都没有人来领取 或者是说当事者出外旅行的话 这个时候仅能证明说这个 这次无法送达这个存刃信函 而无法作为说这个存刃信函的一个证明文件 而达到所谓的催收的一个效果 以上 好 谢谢魏会计师 那从刚才我们再说明到待造损失的意义 以及实际上我们认定为 待账损失 那这个催收的一个经过 以及这条件的一些说明之后 我们现在来探讨的是对于待账损失 我们如何来计算 那计算的方法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叫做销售进额百分比划 它又称为损益比划 第二种叫做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划 那么它又称为资产负债表划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 来说明这两项的 好 我们继续来说明第一项 销售进额百分比划 它是根据销售进额的余额来乘以待账率 就可以算出了我们今年应该认类的 待账损失是多少 而第二项的一个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划 它是根据应收账款的期末余额来乘以待账率 就可以算出了我们当年度应该要提累的待账损失 但是同学要记得在税法上规定应收账款 及应收票据的余额所提累的待账损失 不能超过百分之一 这个是在税法上所规定的 再来我们来举个例子 请为吉敏会计师来为同学来做说明 好的 谢谢田讲师 底下我们举一个简单的示例来说明有关于 这个待账损失的一个提列方式 我们看到台中公司 它在一零一年度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是三百万元 应收票据余额一百万 一零一年度内并无实际发生待账 是作一零一年度期末提列被底待账的分路 那在一零一年底的时候 因为它的应收账款余额是三百 加应收票据余额一百 合计是四百万 那它的限额就百分之一 所以四百万乘百分之一 所以它的被底待账金额应该是四万元 所以我们做了底下这个分路 借待账损失四万 代被底待账四万 那接着我们再来就是说 它在一零一年的六月一号 实际上发生了贷账损失 两万块 应收账款余额为三百万 则分路如下 那这个是延续上一个题目 在一零一年的六月一号的时候 我们就因为实际已经发生贷账两万了 所以要把背底账账两万块冲销 借背底账账应收账款各两万 然后到了一零一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时候 就必须要重新去评估 我的背底账账余额是否恰当 那因为应收账款余额是三百万 所以乘以百分之一 所以应该背底账账余额为三万 可是其初的四万 减掉你已经重转了背底账账两万 所以你的背底账账余额会剩两万 那可提列三万减掉目前剩余的两万 所以你年底的时候 可以再提列背底账账一万 所以做分路借呆账损失一万 代背底呆账一万 谢谢 好 谢谢一位怪祭司 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再來我们要进入的第三个主题 天然浩劫的资源 那天什么叫做浩劫呢 我们首先要来解释它的含义 浩劫指的是天然资源 其价值它会随着开财 坎滑而之间减少的 它必须要用一套合理而有系统的方法 来分摊 那这个就叫做浩劫 那什么叫天然资源呢 指的像石油 煤 金属矿 或者是木材 那些通称为天然资源的 好 那我们再过来要来探讨的是 那对于这些的浩劫 我们如何来做计算 那这个部分 我们来请教魏吉敏 魏会计师 好的 谢谢田强师 那关于盈利事业 对于地盐资产浩劫的计算方法 它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成本折号法 第二个是收益百分比法 基本上这两种方法 你如果折一采用的话 一斤采用就不可以变更了 而且不可以间断摊体 必须要前后起一次 那什么叫成本折号法呢 他是就地耗资产的成本 按可采决的一个数量 预计单位耗劫额 年终在结算时 再就当年度实际采决的一个数量 按上项预计的一个单位耗劫额 来计算该年度因减除的一个 一个耗劫额 那他的公式就是说 耗劫额会等于 地耗资产的成本 减掉他估计的产值 去除以估计可采决的一个 总数量 去乘以当年度实际 采决的一个数量 来算出他的一个耗劫额 那什么叫收益百分比法呢 收益百分比法 他就是 就采决或出售产品的一个收入总额 依规定的一个地耗资产耗劫率 按年度来提列 但年度提列的一个耗劫额 不得超过该资产当年度 未减除耗劫之前的一个收益额百分之五十 而且其累计额并不得超过该资产的一个成本 关于在生产石油及天然气责 每年得救当年度出售产量收入的一个总额 依规定的一个耗劫率来提列 至该项资产生产枯竭尺为止 至于他的一个公式 我们来看到 收益百分比法底下他的一个公式 收入总额等于他的一个采决数量 乘以他的售价 以比例计算之耗劫额 会等于收入总额乘以法定的一个耗劫 耗劫率 那耗劫限额的一个计算 等于减除耗劫之前的一个营业净率 乘百分之五十 可提耗劫额 就是依据依比例计算的耗劫额 或耗劫额限额两者去比较取其低 所以他的公式就如下 因提耗劫额会等于可提耗劫额 但本期的累计耗劫额小于地盐资产成本的时候 那如果因提耗劫额会等于地盐资产成本 减掉上期累计耗劫额 当本期累计耗劫额大于地盐资产的成本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个简单的事例 来说明前面所叙述的一个方式 来看到台中公司他在一零一年的一月一号 以四百万元取得煤矿 支付开发跟探勘成本是五十万 预计可以开采煤矿一万噸 全额出售每噸售价是一百二十块 营业费用为三十万元 则该公司本年度应提的一个浩劫额为多少 那我们看到用收益百分比百来看的话 他的收入总额等于一万噸 乘以每噸一百二十会一百二十万 那依比例计算的浩劫额 就会等于一百二十万乘以十二点五person 那这要强调的是说十二点五person 就是指法定的一个浩劫率 这是我们假设他是百分之十二点五 那乘出来之后 他的一个依比例计算的浩劫额就是十五万 那浩劫额的一个限额呢 就九十万乘五十percent 那九十万怎么来 就是说收入总额一百二十万 减掉他的管销费用三十万 所以他的收益就九十万 九十万乘以五十percent等于四十万 这是他的一个限额 所以就取十五万跟四十万 中间他的一个取其小 那就是因提的浩劫额就是十五万 以上就是说一百分比法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事例 谢谢 谢谢魏金敏魏会计师 同学特别要注意到的 你提类折耗的这两个计算方式 不管你使用的是哪种方法 他所提类的一个折的一个耗杰 绝对不能超过你的原始成本 接着我们要来进行的 收明的是第四个主题 无形资产的摊折 那这个摊折我们又称为摊销 那它的意义指的是无形资产 它所取的成本 应该与效益期间 以合理而有系统的方法 予以来分摊 这个就叫做摊销了 那无形资产有哪些呢 它包含了像专利权 商标 或者是商欲等等的这些 都通称为无形资产 那我们再过来的部分 我们请魏吉敏魏会计师 来为我们做说明 是的 关于无形资产的一个摊销的话 它的摊销年限在法令上 税法上有规定一些 比如说像营业权 就十年 著作权十五年 商标权取得后 依法令享有的年数 那专利权最低 取得后依法令享有年数 商欲最低要五年等等 那我们举一个简单的示意 来说明它 像台中公司它在101年的7月1号 以34万元购入一项专利权 假设专利期间的年限是十年的话 那它的一个相关分路 在101年的7月1号取得专利权 就借专利权34万代现金34万 到了101年的12月31日 我们要做摊销 因为经过了半年 所以就借专利权摊销费用 1万7代专利权 1万7 好的 谢谢 好 那对于一位集民 一位会计师的例子来说 这个1万7 也许同学不知道 是怎么样去来的 我再补充做说明一下 那因为我们所取的一个这个专利权 它的原始成本是34万所购进来的 那么它是分十年来做摊销 所以它必须要处以十年 所以每一年我们必须要摊类的一个摊销 是三万四千元 但是因为这个专利权 我们是7月1号所购买的 所以我们在当年度 也就是101年度 我们只要摊六个月就好了 所以这个1万7 是这样子得知的 好 那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 结束了 然后我们感谢我们魏集民 魏会计师来到现场 也谢谢同学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